Hello 大家好 我又回来了 那么今天继续跟大家介绍上一次在Zara买的各种各样的裙子 今天先介绍的这一件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件比较经典的黑色裙子 小黑裙吧 我最喜欢它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胸前的这个机心领 然后它这个机心领叫Sweetheart 其实也就是这种比较露肩的裁剪 可以露出锁骨部分 然后整个裙子都是非常极简的版型 没有任何的修饰也没有任何的暗花呀什么的 这件裙子的材料是羊毛混坊 它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缺点呢 就是它非常容易粘毛 我身上的头发呀或者是白色的线头都容易粘上 然后就需要用那个滚轴把它滚一滚 它的衣服是有弹性的 这件是XS嘛 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它另外一个就是袖口的这一个设计 然后裙子的下板下面没有开叉 包的比较紧 整个的就可以把你的身形完全的修饰出来 这件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它的材质是把100%的羊毛穿在身上特别的贴合 我当时买它的是有点犹豫 因为它还是比较透的布料 如果我蹲下来可以看到我的黑色胸衣 我给它配了一个这样的大金链子 走过来说呢我非常喜欢 因为它首先质量非常的好 然后呢非常的显曲线 看到我的这个胸衣和漏咒的部分 所以现在因为阳光非常强烈 外面的天气非常的亮 可以看见的非常清楚 如果是晚上灯光暗的话应该会显不出来 要不然我这次就把所有买的小黑裙都介绍一遍吧 下面这条裙子呢是一个断面的露肩的露背的 非常非常性感的裙子 这件断面的裙子它非常非常的紧身 紧紧的把它全部都包裹住了 如果你中午吃饭或者晚上吃饭吃的太多 胃部就会突出 这件裙子也会告诉你你吃多了 我个人觉得这件裙子稍微有点长 背部是两个和胸前两个肩带呢 是这种不带松紧的 有点像碎钻的一样的吊带 然后胸部其实两片之间是一条小碎钻 我是觉得它胸部有点分得太开 我自己做了小手工把它缝到一起了 所以你们看到的是胸前有一个碎钻的小啾啾 其实它原来是一条线 包括后面的这个肩带 也是我自己做小手工把它缝的 要不然肩带会太长 肩带太长它就会往下掉 第四件小黑裙是一个断面的 露背的略带性感的小黑裙 它的背后是就两根线 是斜对称的 然后是斜肩 胸前就是没有任何装饰的一个斜肩 然后裙子本身后面的是 非常有那种有点慵懒的气质 没有运 所以看起来比较皱 总的来说还是有点可爱小性感 然后也不算很长也不算太短 所以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夏天的约会装 后面两根袋子是可以调节的 所以还是比较人性化 背后的这一圈是完全适合各种身形 虽然我选的是S码 但是我觉得M码的人也可以穿 这种Polyester的材料还是不太好打理 因为穿之前必定要运它 第五条裙子跟刚才那个银链吊带有点像 不过材料完全不同 这一件它不是锯纸纤维的 它是一般的西装料 然后它有点短 料子是比较垂 不容易打皱 胸部和背部都是有两条链条这样的装饰 所以感觉好像是要去夜店的这个装备 然后腰部是有点大的 胸部也是稍微有点宽松 我在想如何能把它变得更加的贴身 或者是更加的保险一点 总的来说这条裙子还是非常可爱的一件小短黑裙 我每次买一件衣服都会想穿它的场合 那么这件我就觉得外面可以套一件外套 然后吃完饭以后呢 可以去酒吧或者夜店 然后把外套脱掉 那么就是这件裙子该出现的完美场合了 第六件长裙是一件非常正式非常非常长的 并且有设计感的羊毛裙 含有80%以上的羊毛 它非常的保暖 它在胯部胸部背部还有肩部都有这种叠加式的折皱式的设计 所以呢它就相当于双层的羊毛 让这件衣服更加保暖 其实原来它的衣服它并没有斜肩的 然后我觉得应该把它露出一个肩膀来 这样会让整个衣服显得没有那么的封闭 如果包的太紧的话 就像把全身包成了一个粽子 然后露出一边肩膀可以能够平衡它的这种包裹感 另外我还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裙摆的下 右下方有一条开叉的那个地方 也增加了这条裙子的一个灵活性 没有那么那么的封闭 然后臀部腰部包裹的都非常的有线条 肩部呢还是要露出一边 我觉得更加好看一点 它本身是带有电剑的 肩部露出左边和右边其实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觉得还是蛮方便 感觉有点像藏族人热了就露出肩膀 不热的话就冷的话就把肩膀盖住 下面这条小黑裙呢 也是我在Zara买的算是比较满地的一件 它的料子是非常非常的厚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斜抽的褶皱 我呢是把它抽到了最短 如果把它放下来的话就可以到这里 总的来说呢 所有开叉的裙子我都非常喜欢 尤其是侧面的开叉 这条裙子胯部的设计我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它上半身我觉得有点肥大 尤其是胸部的时候 还是可能是我的胸太小 反正这里边就是非常非常的矿档 后面就是这样 简单的一个三角形的一个鞋尖的设计 说实话这件裙子非常有质感 穿上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说夏天的话我感觉这里应该会被包裹得非常非常的暖和 第八件裙子是一件黑色的皮裙 全羊皮的长袖 有点短 然后它也是XS码 这也是一件能够测量你分量的衣服 一旦吃多立刻在衣服上可以看得到 然后羊皮的光泽非常的亮 非常的柔软 手感特别的好 然后也非常的透气 我觉得这是一件百搭 并且三季都可以穿 夏天只要不要是太热 初夏或者晚夏 就是初秋都是非常值得的 可以穿的一件单皮 然后也非常的好搭 可以说性感是那种没有漏肉的性感 第九件不是一条裙子 是一条全黑的连体衣 我穿上它就觉得自己风姿飒爽 让我联想到了三个人设 第一个是猫女 第二个是007女郎 第三个是某位滑雪健将 因为我的滑雪衣也是全黑连体的 所以总是让我感觉自己在 穿着它感觉像去滑雪的路上 然后这件连体衣呢 我非常喜欢的就是 它的带上腰部有的皮带 拉长拉高了你的腰线 然后就显得你腿长两米 整个身体的曲线都勾勒的完美无遗 然后一定要穿高跟鞋 因为不穿高跟鞋的话 会觉得身体比例没有那么好 胸部的拉链呢 可以一直拉到下面 所以非常的方便穿脱 这件衣服打完遮以后不贵 但是我真的找不到 合适穿它的场合 所以我有点犹豫 要不要继续把它留下来 如果硬要凹造型 我觉得可以把这件衣服 当成一件日常的衣服 每天穿出去 毕竟它是黑色的 所以没有那么那么的乍眼 然后黑色也略显低调 第十件裙子 是我之前买的ZARA的一件鞋尖的裙子 它呢就是很简单的设计 里面是一个紧身的包臀裙 外面一层薄纱 然后肩部有某钉的设计 所以显得非常的飘逸 然后性感 这件裙子我大概每年能穿出一次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我太多的裙子 基本上有一件裙子 一年也穿不了一次 那么这件我非常的喜欢它 就是它的这种走路的这种 自带飘逸感 自带BGM的感觉 这次把它拿出来展示一遍 一是为了穿它 二是为了参加这次小黑裙的比赛 第十一件小黑裙 是一件具有法式风情的露背小黑裙 我非常喜欢背部的这个露背蝴蝶结的设计 非常的浪漫可爱 然后又稍微性感 整个的裙子非常简单 正面就是全掩盖式的包臀 后面背部有开叉 裙子的布料是那种不容易被压皱 并且稍有质感的布料 不是夏天非常透的那种黑色布料 然后它的布料呢 非常的轻盈 然后透气 在很热的夏天也不会觉得很热 我本人是非常喜欢这件小黑裙的 今年夏天争取得再穿它一次 第十二件小黑裙 是我在淘宝购入的一件 两百块人民币的小黑裙 我这样穿过它去上班 黑配白还是百搭 然后这件裙子的心机就在于 当你把外套脱掉以后 后面是露背的 它的材质是西装的布料 稍微有些弹性 穿脱也是比较方便 因为拉链还是非常容易的穿 腰部也是非常的服贴 我不是很喜欢它前面的两个 胸前的两个设计 我觉得稍微有一些死板 好处就是胸前没有太暴露 所以才能穿着上班 最后一件 第十三件 也是我在淘宝买的一件 改良式的复古气袍 我特别喜欢它这个开叉的设计 买来了这四五年 我只穿过一次 就是在去年的公司年会上穿过 当时收到了很多赞美 这件衣服它的材质是不带弹性的 有点暗花 所以有光线的反射 然后它这个盘扣什么的都是假的 穿脱只是需要背后的一个隐形拉链 我非常喜欢这件旗袍 是因为它腰和胯的设计 非常的好看 能显出腰臀比 而且大腿部开叉的地方也是刚刚好 没有非常丝绊 也没有非常暴露 那么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13件的小黑群全部都介绍完了 你喜欢哪一件呢 那么以上就是我衣橱内 所有适合约会的小黑群们 你喜欢哪一件呢 如果喜欢的话 就把相应的数字写在下面的评论中哦 好吧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